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上月7日 美国总统川普与南韩总统文在寅对谈后表示 韩国将会购买数十亿美元的武器 今日根据韩媒报导 南韩政府昨日决定向美国购买20架F-35A逆踪战机 综合外电媒体报导 有多名政府相关人士表示 南韩防卫事业厅已建立增购20架F-35A战机的程序 随对外界称新一代战斗机的第二轮项目 实际上机为20架F-35A战斗机再次购买项目 又说如发生紧急情况 韩国空军区拥有对朝鲜重要设施进行攻击的战斗机 因此最看重战斗机的隐形性能 综合外电报导 2014年南韩政府曾专事宣布计划 要向美国国防武器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Lockhead Martin采购40架F-35A战机 当时的联合参谋总部提及实际上需60架 但应考虑到资金问题决定先预定40架 还说剩下的20架以后再决定 当年购买价格是每架1亿美元 通行台币约30亿元 F-35A战机的最大航速唯一 法马赫约时速2000公里 作战行动半径为1093公里 可使用联合直接攻击导引炸弹 JDAM小口径炸弹 SDB等武器进行武装